不也贵你管了吗 咱们结婚那年都贵你管 可是你管成啥样子 这个不重要 钱都要花媒的还要你管呢 那是我花媒的事吗 哪个女人不买衣服 不买化妆品不花呀 女生跟男生结婚13年 管了几年的钱 我就管了两年钱 管了两年的钱 但是没存下来钱 于是钱就由男生来管了 对吗 对 男生你管钱的这11年间 你存了多少钱 我存了一万多块钱 11年你存了一万多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居士微信266 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 82135 盖房子也不是我哥哥盖房子 怎么能让我哥花了 那你哥一天就说好闲 那钱你哥花了 你妈盖不上房子 怎么办 我管的钱打给我妈 也不是打给我哥哥呢 房子盖了吗 盖了 房子盖上了 为什么不给点钱呢 如果说你担心这个钱 是被他哥哥花了 但是实际上面 房子已经盖好了 那可以给钱了 给了吗 没给 为什么 我就是怕他 怕让他们家里花了 不管我钱 你的意思是借 对 而不是给 是吧 对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大问题 再也就是 2010年我妈有病 病得很重 我说回家 她也别让我走 因为在外边 打工请不下来假 那是打工请不下来假吧 你不让我回家吗 我说我回家看看 你都不要 我妈病那么重 你都不要我回家 那我不给你妈打电话了吗 那打电话呢 代表我回家吗 那我不问你妈了吗 我说你没有什么太大吗 那是问题是什么 你问到大家 我做女儿的孝心吗 病那么重 你说万一要有个 三长亮亮 我怎么办 我是不是后悔一辈子 更可惜的时候 你说我孟宇琪有病 她不要我回家 我有病的时候 住院了 她拿钱呢 她不偷一手拿钱 还向我妈妈那边打电话 向我妈那边要钱 你生病 对 她问你娘家妈要钱 对 我东西开堆时候 三块打工没有钱 我就给她妈那钱 你那现在有钱吗 你那有钱 你就是不给我治 你就不给我管我 你就想要我妈那钱 我向你妈那家钱 我也不是不还给她 还了吗 我妈妈头次打了五千 后次 你说不够 又打了两千块钱 我暂时认为是倒一下吗 那是倒一下吗 那是我 她具有病的时候 她花了三千两块钱 那剩四千拿去了 女生麻烦你 告诉我 你是哪年生的病 我是去年2013年生的病 钱到现在还没还是吗 没还 为什么不还 你现在不是有一万多的存款 我想把她哥哥们借我这钱 我想套过去 她哥哥问你借过多少钱 一共借了一万 好 她对孩子好吗 别提她对孩子 对孩子我更来气 她就喝酒去了 回来呢 就揍孩子 那你老 我查查离婚 我不就没有心情过日了 那我查查离婚 你为啥揍孩子呀 你揍孩子 那孩子不上学 不听话 那我不管谁管 孩子不上学 不听话 你揍孩子 你还揍我干啥呀 你揍我 正好赶上我妈来了 她说谁把我又揍谁 你还要揍我妈不成吗 那我弄却不也是一时冲动吗 你一时冲动 你倒不是揍你妈呢 她是经常喝完酒以后 就打你和孩子 还是一时冲动 偶尔为之 经常打孩子 打你吗 她打我 也是经常吗 她不经常打我 她经常打孩子够了 明白了 你们俩离婚之前 跟妈妈住吗 是 我跟我妈妈住 你们自己没有房子 我们结婚的时候有婚房 她渴得好 她把房子 跟她妈妈俩偷着卖了 还没经过我 我现在咱俩在外打工 那房子和家 我跟我妈打一会都说好了 完了 我妈就家 那你跟你妈 那你跟你妈孙子 没跟我说的 那我当啥人了 我现在妈不是她们 不是咱们自个家人 什么 她卖你卖了 那她卖你卖了吗 那钱也没乱花 妈不也存起来了 那存谁看见了 我看见了吗 我一问你钱就没有 那一回那时候能存多少钱呢 他一万两块钱 那钱呢 先生 卖房子卖了多少钱 十二万 钱呢 在我妈那存 哪年卖的房子 2005年 05年就卖了房子 手里就有了十二万 征病的时候 你却没钱给他看病 你不是有十二万的存款吗 因为那钱我没动 我怕拿出来 因为他又给花了 你们平常是出外打工是吗 对 主要是做什么呢 我们在工地 就是跟他去做 然后忙活 跟他干活 很辛苦的 就是一个女生 在建筑工地上干活 对 钱都你管 是的 遇到结算的时候 钱都他都领走了 我挑的要钱 他都不给我 我现在我趁着我们 引擎我攒点钱 钱一到他手 他花钱特别到 我爸 你就把钱花回了 我爸 你那么重 你都不给我拿钱花 你就顾着攒钱 你告诉我 你跟婆婆的关系好吗 好 自从我嫁入他家那天 我就想 这婆婆也是吗 不能说娶人媳妇 要忘了娘是不是 我就像 自己补习一样 那么对待 他反而是怎么对我 母亲的 那你们这次离婚 婆婆知道吗 知道 婆婆就说 你别走了 我说你儿子 这么对我 我能不走吗 走了以后 我自己就自由了 钱生告诉我 真的想复婚吗 我真的想复婚 复婚是因为离不开他 还是离不开他挣钱 从早去年离婚婚之后 我确实挺后悔的 孩子一上学吧 一开家长会 他妈没到场 孩子一回家就顶爸哭 我心里也特别酸 我一行在家里也不能缺了他 一年能挣多少 一年我们俩也就挣个四万五万 你们俩花多少 我们俩一年也不少花 也花了两万多块钱 是吗 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因为大姐全都在他手里 不是那你平常你出门 你身上有钱吗 我身上根本没有钱 一分没有吗 没有 我又花钱我去抄他要 我还看他脸色 你要出门逛街身上也没一分钱 给那个三三十二十这十块八块的根本也不好干啥的呀 前一到他手的他妈一定特别多 我有点看不惯 你们离婚的时候给他妈存的那些钱你们分了吗 我没见到影 至于到现在我都没见到那影 有的时候是给他妈存上了 完了还有的时候呢 他家那我家那灰房子卖给他解了 还有的时候呢 那房子根本不是卖给他解了 有的时候给他解了 至于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要是这么过日子 你说哪个女人愿意跟他过是吧 那你想儿子吗 想 我们接下来就听听他儿子 有些话要对妈妈说 好来 妈妈 妈妈 你给我回去 我想你们 家里我都没有你 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可以跟你们 我每天都想你 妈妈 我想你了 我特别想你 十二十九万了 给妈的孩子你想跟着 十二十九万了 给妈的孩子你想回来 我又快要回来 我想你了 这个大概是你现在的软肋吧 我相信 我相信你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来 跟这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单独独立做选择的话 你愿意现在自由地生活 但是因为儿子可能内心又有一点放不下 你觉得你这十三年错了吗 我觉得我错了 我今天 向我老婆说什么 对不起 我说什么错了 你早干啥了 你说对不起你怎么对我的这些年 老婆家里不能没有你 孩子也不能没有你 这儿啊 是只存不取 只进不出 见过抠的 没见过这么抠 我可以直白点说 抠的连点人味的都没有 他说离婚是冲动对吧 对 好暂且说离婚是冲动 分配财产不是冲动吧 那是深谋远虑 一个女人跟了你十三年 跟你生了一个孩子 你让他晋升出户 就这一点 就特别人乱 从这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人还有理有的旧 第二 离婚离了多久了 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去过你家吗 没有 没有 连你家也没去过 如果他是真心诚意 意识到婚姻当中的问题 要找你 复婚 改变当初的态度 来真实你 他应该把那二十万当初 或者直接要偷个提给你 直接把十万块钱 划给你 就现在没有复婚的情况下 他应该把十万块钱 划给你 没有 所以就这两点 你还看不清楚啊 叫你回去去干什么呀 叫你回去继续做免费劳工 你明明知道 他有存款在这儿 你为什么让他近身住户 我也是为了钱 看见没有 就离婚的时候 夫妻之间的情谊断别的时候 他还是在想着钱 你说这人有的救没的救 所以我对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没有第二种意见 就是直接一种意见 第一 不要再回头 第二 孩子的抚养权 一定要拿到去 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 非常吝啬的人 交出来的孩子 对于金钱的财务官是怎样的 而且他自己 其实财政里面是不独立的 我经常说 财政不独立 人格就不独立 他的钱放在妈妈那儿 紧接着他所有的为人处事 全是妈妈一手策划的 我们刚才说抠 我们在舞台上有过抠的 你买包餐饮值都舍不得买的 但是他对自己也抠 他不是 只对别人抠 对自己不抠 但这个家伙不一样 所以说记住我那两句话 第一 不要回头 第二 把孩子的抚养权拿到手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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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